大家好我是橘子 这样子的早餐想吃吗 来我教你 首先在盆中放500克的中筋面粉 再加5克酵母粉 5克白糖加白糖可以出击面粉发酵 用260毫升的温水先把酵母搅化块 然后再把面粉搅拌成絮状 下手揉成面团 这个面团的软硬度适中就可以 然后盖上盖子 密封形发至2倍大 接着准备一根胡萝卜 先擦成细丝 再用刀把它剁碎 擦丝再剁碎 比手切的要快速 这也是懒人最喜欢的方法 接着再准备一把小葱 切成葱花 都放在盘中备用 现在天气热了 温度也升高了 所以这个面团发酵得特别快 把面团放在案板上 反复的揉搓排空里面的气体 再砍成长方形大面片 上面刷上一层油 再撒上适量的湿盐 然后把切好的胡萝卜丁和葱花 撒在上面 穷一边给它卷起来 卷成长条 用刀在中间一切两半 像这样就可以了 切口处朝上把它卷起来 把两根全部卷在一起 卷成一个圆形 像这样就可以了 接着我们准备 把电饼清或者平地锅 刷上一层油 把面胚放在里面 盖上盖子 再次醒发至两倍大 醒发到体积明显的变大 然后开中火先烙两分钟 两分钟之后 从边缘处倒下一些水 然后盖上盖子 再继续煎 煎至底部金黄 用手指按压 能够快速的回弹 证明已经熟透 就可以出锅了 开火煎的这一步 火候一定要控制好 避免底部煎糊 上面还没有熟透 如果感觉上锅煎的这一步 火候很难控制 也可以提前把它放进蒸锅中 大火蒸熟 然后再放进电饼中 给它煎至底部金黄 也是可以的 早上如果不想找起活发面 也可以头天晚上 拌面团和好 放进冰箱 密封冷藏发酵 第二天早上做 很方便 也节约早上的时间 这个做法 比包子馅饼要简单 比油条要健康 好吃 如果你喜欢 也试试做吧 我是橘子姐 喜欢我的视频 去关注我吧 请不吝点赞